大家好 今天我录制一个视频 题目是雷阳案就是405谋杀案 雷阳案确凿无疑是谋杀案 我们可以从底下几点来分析 第一 雷阳住在这个地方 他的生活习惯 从犯罪现场来说 第一 他对这个周围的地形 他是比较熟悉的 他住在这个地方 那么当地的这些群众组织 或者地下的特务组织 对雷阳肯定是心知肚明 这是奇异 也就是说凶手在犯罪之前 对雷阳进行了踩点不控 这是第一 第二 那个发廊在那个地方 开了那么长时间 大家知道他要开工人的工资 要交房租 大家可以想想 到那个地方去的有多少人 像那样一间屋子 他的月租金大概多少钱 大概得七八千左右 到一万块钱 一万多块钱 对不对 一万多块钱七八千左右 然后同时他还得给小姐开工资 交房屋水电费 那么大家想想他一个月 他要接多少 接多少客人 是雷阳一个人那么简单吗 那为什么这事情就发生在雷阳身上呢 也就是说雷阳这起案件 是当地的犯罪团伙 由组织进行的蓄意谋杀 对雷阳的蓄意谋杀 咱们打一个不对雷阳 对雷阳这个不太公平的评价 就说假如说雷阳以前也去过 那么顺手对雷阳的生活环境 及其生活习惯是一经二十五 也就是说早有一只黑手 早有几双眼睛在暗中盯着雷阳 所以雷阳这起事件 可以说在那样一个车水马龙的街市上 在这样一个上半块钱的房租 并且还要给工小姐开支支付水电费 这样一个商业经营的发廊里 能够就针对这一个人进行 公安这个民警进行行凶犯罪 这明显是谋杀 可以定性 这是有预谋的 踩过点的 有布局的谋杀 对共产党这种犯罪手法 我非常清楚 习近平不后来开了一大会吗 人民防空为人民 大家可以想象吧 给雷阳挖坑 埋陷阱 把他推下深渊 置他于死地的 就是生活在雷阳周围的 有一些地下组织成员 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成员 他们就是杀人犯 他们在暗中肯定跟踪了雷阳 并且研究了他的生活习惯 然后踩点布控 挑好时机 行凶杀人 这是当地的一伙犯罪团伙的所为 这是谋杀 确定无疑的 我为什么对这个事情非常了解呢 因为我从94年的时候 被栽赃成同情恋 当时后来我在一开始 我就感觉到我周围的同学的关系比较异常 后来我才发现原来是有局 被人做了局 然后被栽赃成同情恋 我跟凶手在大学里头进行了发生了纠纷 回来以后呢 共产党迫害了我20多年 一开始同情恋 栽赃没成 然后呢 他在我这个成家立业上 使尽了一切肮脏的手段 下流无耻 因为我是被他贩卖的那个儿童妈 活摘起关贩卖了 他栽赃我是皇帝 栽赃我是地主 他主要是 要达到杀人命可的目的 谋财害命的目的 共产党背着我 假借我的名义 不仅诽判我 而且假借我的名义 干了很多见不得人的勾搭 现在我在巴拿马文件中 就发现了这个犯罪的线索和证据 因为他假借卖地嘛 斗地主嘛 咱们把国家把这土地卖了 就把这皇帝也卖了 把皇帝杀了 咱们分田地嘛 斗地主不往往都是杀了地主 把田地财产分了吗 所以他最后想行凶杀人灭口啊 那他必然要把这些财产挂在我的名下 往后对我栽赃性爱 你找到行凶杀人的借口啊 所以说共产党一直在跟我作局 从我刚出生年又开始 我原来小的时候住在哪啊 住在那个审判江青的时候 79年的时候 审判江青的时候 我就住在红旗轿车厂的修理厂的加油站里的 对吧 后来又到了这个北京奥兰村的这个农机院这个地方 我的情况跟这个雷扬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我为什么被共产党上下左右的特务监控呢 因为他们贩卖人头 活摘我器官犯败 所以这些人呢 都是告密者 大家知道莫言吧 他来自于山东高密 他们都是告密者 栽赃陷害者 像什么朝阳啊 风台啊 海淀的地下组织 这些都是告密者组成的 小人的地下特务团伙 主要是什么呢 通过栽赃陷害别人 窥探他人隐私 然后甚至可能参与行凶杀人犯罪 等种种肮脏卑劣行定 你想想 在底下跟踪别人 栽赃陷害别人 对吧 窥探别人隐私的都是什么东西啊 那都是见不得人的杀人犯 共产党就是利用这些人 建立他的人防工程 雷扬就是被这些人监视 盯梢 布局 裁点 杀害了 为什么我对这些事情非常清楚呢 我本身在这种环境下 已经受迫害 长达二三十年 从我被贩卖起到今年 已经43年到44年了 这就是共产党的地下人防工程 也就是由告密者 法医师分子 反革命 反人类分子组成的一个 在混迹在人民群众中的一个贩卖人口 塞赃陷害 窥探他人隐私 同时共同参与行修杀人犯罪的犯罪网络 这就是共产党的地下人防工程 雷洋就是死在这个 这伙人的手里了 他们就是明目 他们现在在雷洋这个案子上 公然浮出水面 公开行修杀人犯罪 你像那个朝阳区 抓那个嫖娼的那几个那几个人 还有吸毒的那几个艺人 在文艺圈里啊 男女关系没有干净的 而这吸毒也是经常有的事 他们就被这个所谓的人防工程盯住 这帮人和犯罪团伙和所谓的空间法 勾结在一起 还迫害这帮艺人 实际上我告诉你们 我们这些艺人 他本身吸毒 对不对 你作为你他的街坊邻居 和周围的街道 你怎么知道的 他从哪购买的毒品 你怎么知道的 我现在可以说一句不客气的话 他们是嫖娼了 他们是吸毒了 那么他们嫖娼的这个妓院 和他们购买毒品的网点 是不是就是你地下人防工程 手上的生意和买卖啊 我说了再确切一点 是不是就是你地下人防工程 开了妓院 设立的贩毒网点啊 然后你吸引这些顾客 到那里去消费 当你出于利益需要的时候 你就可以监视你的个人 然后设局裁点 行凶杀人面狗 这就是雷阳案的真相 也就是说 所谓的这些地下人防工程 什么朝阳 海电 丰台的地下组织 群众组织 我现在可以跟大家说 在这三个区里头 所存在的贩毒网点 赌博网点 还有开设的机院 还有可能就是这些地下组织 他们自己开设 自己经营的 往后同时 他们栽赃陷害 挖坑陷害 把这些人 以高密度的身份 再把这些人揭发出来 一个人挣两份钱 他一边贩毒 一边开机院 一边开赌场 另一边 他在出卖着别人 他一个人挣两份钱 如果在某些时候 出于需要的话 他就可以利用他手下 埋藏在人民群众中 这些的告密者 和这些杀人犯 布置一个凶杀现场 致受害人于死地 这就是他的手 这就是他的人防工程 大家想想 在这个街道上 你能公开的贩毒 你能开设赌场 你能够开机院 如果没有经过 当地社会的 社会关系网络的许可 你能在那里立足吗 不可能 那么这个人防工程 干了什么 开机院 贩毒 开设赌博网点 你公安局 你公安局根本就和他们 混为一谈了 你公安局根本就犯罪 网络的一部分 我为什么清楚这些呀 当年我就是这么被栽赃成 同情恋的 我也是这样被推下深渊 娶不着老婆 逼张为唱的 而正是这伙人 窃取了我的个人隐私 然后假冒我的名义 在外面为非作歹 现在八大马文件 被我发现了证据了 他们把财产挂在 我的名义之下 可能利用我进行了赌博 他们不仅贩卖我的人体器官 贩卖我们家人 而且还有可能参与了 盗窃国有资产 贪污腐败 甚至可能还有一系列 刑事犯罪问题 这就是中国人周围的 所谓的人民群众 所谓的朝阳 朝阳什么 朝阳打骂什么 海淀什么 群众组织 风台什么群众组织 这就是所谓这些 群众组织的真变部 他们就是告密者 大家知道脑红犯罪 是怎么进行的吗 就是有几个人这 到政法委那告密 然后政法委通知国安局 把这些人 国安局 把这些人登陆黑名单 然后用脑控的电子设备 组织公检法和公安 他们躲在幕后 由地方上的流氓单位 派遣人员 对这些人进行行凶反对 残酷迫害 把这些人致死致残 搞得家破人亡 贩卖他们的人体器官 这就是他所谓的地下人方工程 根本就是一个贩卖人口 活摘器官贩卖 灾当陷害 行凶杀人的犯罪组织 就跟那个德国的原来拍那个东德的电影 告密者是一样的 窃听者告密者有这么一部影片吧 跟那个犯罪形式是一模一样 所以雷扬死于什么 死于谋杀 也就是说雷扬本人 大意了 或者说咱们就这么说吧 他是一个研究生 也就是说是个书上 一个能考到硕士研究生的人 他能有 能有什么真正复杂的社会经历 和社会背景啊 相对来说要简单一些 也就是说 雷扬是被谁害的 就是被他周围的人害的 这些人挖坑 把他推下深渊 只推死地 雷扬认识这些人吗 可能不认识 这就是凶手 这真面目 这就是所谓地下人方工程 所谓的群众组织 现在大家看清楚 共产党的所谓群众组织是什么样了吧 这些群众组织 和公安国安勾结在一起 不仅用脑红设备 栽赃陷害他人 逼量为商 搞得别人家破人亡 而且栽赃告密 给他人窥探别人隐私 勾结起来行凶犯队 进行了各种步伐的商业经营和交易 开机院 开赌场 进行赌博 卖淫贩毒 他们根本就是一个犯网络 雷洋就是死在他们手里了 这跟那个脑控犯队是一模一样的 这就是所谓群众组织的真面目 包括那个被抓的那个 嫖娼那个 著名艺人和那些影星 大家知道是怎么回事的吧 实际上那些卖淫的场所 贩毒的场所 赌博的场所 没有这些地方 所谓人防工程的允许 他能在那里开设这个据点吗 没有当地公安机关国安机关的许可 他能在那开吗 这恰恰就是这个犯网络自己所经营的 这就是他们的真面目 雷洋就是被这个网络吞噬了 年轻的生病 打飞机 打飞机算什么 一个人都有正常的生理需求 这算什么问题 在1994年以前 光白城地区 抓出了嫖娼的共产党官员 就高达2000多人 这样的一个社会 包括你长春 长春开的第一家机缘 谁开的 就是长春是公安局开的 这就是你中国共产党真面目 你地下人防工程的真面目 你这些告密者 到国家公安局 国安局政法委呢 去栽档陷害受害人 然后把受害人列入黑名单 由国安局出面 或公安局出面 政法委出面 组织攻减法 加上你地下的这个犯罪网络 告密者的网络 对受害人实施监控 贩卖人口 活摘器官贩卖 把受害人推下深渊 搞得家暴人亡 不要说你们使用 微波武器 电磁武器 残害受害人 你们还直接给受害人 进行投毒行丘杀人 这就是中国共产地下人防工程的真面目 我就是这么被迫害了 我到现在跟这伙反对分子进行了坚决的 不去不当的斗争 你这话罪办小忘头一手折天 你把我推下深渊 栽弹我是地主 栽弹我是皇帝 然后假冒我的名义 把财产挂在我的名下 在外面行凶犯罪 我恶不落 最后你再以政治运动 发动革命为借口 杀人灭口 霸占我财产 达到消费证据 掩盖真相的目的 掩盖你犯对事实真相的目的 你白人做梦 你这是贩卖人口 活摘器官贩卖 贩卖父女儿童 残害人民群众的 肮脏丑恶的 反人论罪行 所以雷洋案件的性质是什么 是谋杀 所以雷洋案件 可以这么说 他就是被共产党 反人类犯罪总是 吞噬着一条年轻的生命 就是被人蛇 吃了 凶手在雷洋的哪里 凶手就在雷洋 夹到周围 凶手离雷洋夹不远 就是被共产党的人方工程 给杀害了 被人蛇给生吞活猫的吃了 这就是共产党的真面目